台电又出包了 这次送错电真的是比没有电还要惨 在台中有一栋大楼因为变电箱跳电 台电抢修四个小时之后要恢复供电 不过付电的瞬间没有控制好 送出了超过220伏特的电压 大楼30多户的住户电器瞬间火花四射 因为无法复合电压被烧毁 台电承诺要赔偿 不过你我的电费都准备要上涨了 赔偿的钱恐怕也是全民买单 电视柜空空的原来电视机 因为台电送错电被烧坏了送修 同时被电冲过头烧坏的还有冷气LED广告灯等等 大概就是枪声那种声音这样子 然后从冷气里面有爆出火花这样 接下来就是电器就都损坏了这样 台中市这栋大楼因为地下室变电箱跳电 台电派员抢修四小时 维修人员修好之后送电 不料电一送大楼30多户火花乱射 不断蹦蹦蹦冰箱电视冷气等电器 瞬间被烧坏 修电路修到电器烧毁怎么回事 原来台电送出居家用电无法附和的电压 原来输出电力时转动旋钮应该定在220伏特以下 但是卡榫没卡好电压瞬间上升 输入用户端烧毁电器 大楼30多户每户估计损失1到4万元 台电承诺会全数赔偿 不过赔偿的钱哪里来就是店家上涨全民一起买单 短暂新闻无数品张久翰在台中采访报道